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民主电视节目《怀语特辑》。 幼儿园是照顾培养和教导学浅儿童的地方, 让他们身心健康成长,成为对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 在统耐省偏远地区的新富乡、奴等乡, 从小孩子们就被父母送到了幼儿园, 正是在这座选挂在山上的奴等幼儿园, 孩子们被爱、被照顾和被教导成长的。 从县中心开着一个多小时,就到奴等幼儿园。 给我们第一个印象是学校靠这山的, 偏远山区人间稀少, 学校是有三个地方让家长方便地送孩子们上学。 2022-2023学年,本校具有270多个孩子上课, 按年龄分为八个班级和两个小组。 学校教职工共有34人, 其中直接教书的就有19位老师。 教师合格为100%。 全体员工热情、积极、冷干、 有责任感和工作团结。 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看到孩子们那么可爱天真, 就想只要跟他们一起玩, 我就很开心, 也正是出于对孩子的热爱, 我就选了这份工作。 水灵前儿童的活动很多, 包括俯养和教学两部分, 这两部分总是交织在一起的, 用爱和关怀教导孩子们成长。 要享有这样生动, 有意义和有效的课程, 老师们必须精心地准备, 包括荷迹的使用。 工业4.0目前发展非常强劲, 我们学校也鼓励将信息技术 应用于学检教育。 应用信息技术的活动, 孩子们也很感兴趣, 是听媒体, 精美的画面总是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 从而达到教育的目标。 一开始应用的时候, 我们很尴尬, 但学习和熟练使用后, 发现在学检教育工作上, 也非常方便。 为了让孩子们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除了老师们准备的丰富多样, 玩具之外, 学前半的孩子们还不能缺少 有趣安全的户外活动, 而女的幼儿园拥有美丽的校园, 有绿书成因围栏和玩具, 满足孩子们户外活动的需求。 学校还利用楼梯旁的走廊, 装饰成为阅读区, 点燃孩子们阅读爱好, 获得更多的知识。 学校有270多个孩子, 除了早餐, 学校还为孩子们准备午餐和点心, 每顿饭都保证营养全面, 并与年龄相适应。 有米饭, 君寨和汤, 孩子们大部分都很自律, 在餐桌上致死起立, 开心地享受美食。 饭前饭后, 老师会教孩子们注意卫生, 吃完饭后, 孩子们就按时睡觉, 硬实孩子们的体重和身高都良好的发育, 增长成长率在95%到100%, 当幼儿园的老师一定会很开心, 因为每天都跟那些可爱和天真的小朋友在一起, 但是当这个行业也非常辛苦, 本校的有19名女老师直接给小朋友上课, 她们的家境都不同, 年龄也不同, 但是她们有共同点, 就是爱护那些小朋友, 善与教养小孩子, 同时也希望对教养后来未来的人才做出点什么的。 幼儿园教授的工作不仅仅是陪着孩子玩, 而是要照顾和引导孩子们玩耍, 卫生,饮食和教学, 一切都要充满的爱和耐心。 起初我以为幼儿老师会很優先, 只要来陪着孩子们玩的, 孩子们的天真让我兴奋, 但是真正的开始工作, 我看到了困难和艰苦, 一是工作时间从早到晚, 二是工作量也很大, 另外我也面临来自家长的压力, 很多家长不了解幼儿教师的工作, 他们认为孩子们来这里玩的, 叫孩子跳舞, 唱歌等等, 孩子一天的活动太多了。 活动作为孩子们来自家长的活动太多了。 虽然这里山区的交通, 有了很大的改善, 都是随理或不有路, 但山区人天西早, 老师住得比较园, 为了确保早上六点半就开始上课, 他们很早就来到了学校。 我们学校大部分都住得比较远, 有的在南起先, 有的在 núi tường先, 我自己也住在南起先, 每天走六公里多, 有的里着八公里多, 工作都很辛苦, 但他们都在努力。 学校从早上六点开始, 接孩子, 他们一定会准时接孩子的。 此外, 孩子的照顾和教养也得到保障, 做老师面临的困难, 比其他级别的老师多, 首先是工作时间上, 要早出,晚会。 中午还要执办, 薪水没有中小学的老师水平高, 不匹配他们付出的努力。 在学校中小学的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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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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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